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這個球技其實蠻多棒球迷 都是在熱烈以待說 這個球技會打出什麼樣的新技巧 但沒想到新球隊 台岡雄英的總教練洪毅中 居然被困在台岡高雄的 這個陳清武棒球場的地下室 他當時非常生氣 甚至還不滿球迷 現在湧入到陳其邁的臉書說 太扯了 當時情況怎麼樣 這個台岡雄英總教練洪毅中 被鎖在陳清湖棒球場的球隊 地下室長達10分鐘 他鎚那個門用手狂鎚 鎚到手都瘀青了 結果他質疑是場館故意 把鐵門給關起來 甚至他也說重話 希望球團另外建議 來另外找其他的場地 來當作主場 這個消息爆發之後 棒球迷就炸鍋了 跑去誰的臉書留言 跑去陳其邁的臉書留言 說高雄市政府是不是討厭 台岡雄英 粗暴對待大可不必 管一下棒球場好不好 市長不要只會辦演唱會而已 甚至還有人說 想想所謂的新竹棒球場 再看看陳清湖棒球場 球迷的力量不人忽視 現在眼看球迷都炸鍋了 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也震怒回應說 運動發展群經過調查之後 發現整個球場管理 跟球團溝通有明顯的疏失 即日起撤換球場主任 未來必將持續精進球場管理 提供球團跟球員有更好的服務 但是大家想問 陳其邁棒球場 之前高雄市政府不是投入 大批的金額要進行改建嗎 他分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市府自酬 2億5千萬元 來改善所謂的棒球場 第一期的工程 花了1億5千萬元 結果第二期 預計要在10月2號才開工 那工項還包括所謂的 地下停車場要進行整修 就是洪一中被困住的停車場 所以加上大家說 高雄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沒有關係 民進黨還是非常喜歡高雄的 怎麼說 蔡英文感恩之旅南下高雄了之後 他說陳其邁 每日每夜打電話 台積電才終於設場 他說高雄在市長陳其邁的 恐怖的執行力之下 很多建設一一到位 而且快速的發展 陳其邁每日每夜打電話 終於為台積電找來高雄設場 成為未來高雄發展的助力 所以大家就好奇 是真的因為陳其邁打電話 台積電才來 還是本來台積電就有打算 要來高雄設場的計畫 所以現在網友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網友就說台積電來高雄 水電準備好了 負債幾千億都當沒事 一直補助 一直爽 這個時候 監察院長陳其也說話了 他說感謝高雄守護民主 支持蔡總統 甚至還說什麼 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高雄很艱苦 怎麼說 他說感謝大家 過去12年來 對陳其的支持跟疲勢 讓高雄永遠都是民主勝地 當市長的時候 總統是馬英九 因此高雄聲音沒人聽 幸好後來有蔡總統當選之後 很多理想才可以德語繼續建設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要聽一下 這個議事的 這個前高雄市的議長許坤源 他是怎麼說的 馬丁他這段話 這個総理會說話 中央政府 這個我還在做議長的時候 中央政府 馬英九政府 支持高雄市的十大建設 有的補助 你看看 都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啊 那有的 有的中央政府百姓南 那嚴重 總共2181億 中央政府拿到高雄建設 在你的任內 你做到什麼大建設 我也想不到 所有的大建設 都中央政府 都我們這個馬英九總統 這個共總統 拿錢給開 還給給屁城 我們聽到許議長講的話 怎麼跟陳菊講的話 不太一樣 他說這個拿錢給人家 還被嫌棄 說當時馬政府 明明就有支持高雄的建設 為什麼陳菊說 高雄過得很辛苦 所以像網友都在講 當時是在陳菊 擔任市長時候發聲的 現在卻說 當時的馬英九 沒聽見高雄的聲音 現在包括了 像蔡總統吉利 在吹捧陳其邁 卸任之後 比林家隆 鄭文燦 還有機會成為行政院長嗎 還是說之後 陳其邁有可能會 會成為所謂的英系掌門人嗎 這是網友現在討論的話題 現在討論到 即將隨著520接近 英系現在下一步要怎麼走 接下來英系 是不是面臨所謂的轉型危機 勇言為了黃潔 向意外現身 所謂的英系的共識營 根據瞭解是 英系人在地方上的選舉 大舉鋪排 希望通過所謂的 綠營青年的選民跟明星人物 再繼續維持 他所謂的黨內的關鍵定位 英系在4月初 就在嘉義辦了一場 兩天一夜的共識營 王世堅跟黃潔 都將擔任共識營的講師 黃潔當初就是進入 民進黨的時候 就是陳其邁引劍進入友言會 力挺他替補所謂的 趙天林選立委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又牽扯到 所謂的派系角力的情形 現在黃潔又被爆出一個點 就是說他自爆說 有粉絲出5千萬包養 然後這話出來之後 也讓大家也哭笑不得 甚至沈玉玲就說 要是他早就答應了 可是像網友討論是說 是不是鄧家華 趕快把黃潔取回家 大家對比一下說 過去柯文哲好像也有 類似所謂自台身價的感覺 說只要當副手就給2億美元 來對比黃潔 現在自台身價的感覺 然後換過來先請教楊明哥 這個洪毅中被困在地下室 是不是太荒謬了 這個事情我相信所有棒球迷 都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這個事情 他不是媒體報導 他是洪毅中總教練 親自出來爆料 他自己親身經驗 他所以很生氣 前一天贏球 結果居然碰到這種事情 手都捶到瑜伽了 他自己講的 就是他自己講的 所以所有體育記者 應該聽完也都覺得很火大 我必須講 這個政治人物 碰到體育運動賽事 尤其是這種所謂的 球員也好 教練也好 現在台灣只要碰到這種 比如說有人因為這樣受傷 有人說要不公平待遇 這個對政治人物很傷 林哲軒對不對 所以 對 過去新竹棒球場 還有很多 以前那個什麼 有沒有帶撐竿跳的竿子什麼 這種事情 這個政府的 只要是行政部門的疏失的話 一定會被罵到臭頭 所以昨天第一時間 你知道昨天下午 第一時間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高雄市運發局還說 沒有 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那個局長說我人就在現場 怎麼可能發生 他說他也是看完棒球 看到說現場垃圾收了才離開的 後來一查證 有這件事 真的有這件事 結果今天又有一個網路上 有人出來帶風向 還貼出那個LINE截圖 跟台岡球團的人員的LINE的截圖 那是誰 一定就是那個管理員 還說是他的朋友怎麼樣 貼出來說8點15分 球團就通知說 再30分鐘就可以關門了 所以他們是9點47分才去關的 沒有想到8點49分 8點47分去關門 結果8點49分 宏義中就來通知了 說被關在裡面 不管怎麼樣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不管球團的問題也好 或是總教練 他們溝通有什麼樣的問題 今天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心在經營這個場地 因為其實未來如果 如果台岡要認養這個球場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經營管理 就是由這個球團來經營 現在就是因為這個球場是市府來管理 而這個球團它只是一個等於是防客 每次比完賽 離開球場地 還是回歸到市政府來管理 未來我必須講 這個好不容易有一個 第六支的職棒隊 而且你要知道像這個球季 這個內行的才知道 今年球季破萬人數觀眾 除了大巨蛋以外 就是陳津湖棒球場最多 有三場破萬 目前平均的觀眾人數 這個陳津湖棒球場是 所有球場裡面也是僅次於大巨蛋的 所以他有那麼多的球迷 願意再給高雄在地的球隊一個機會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不要辜負球迷的期待 也不要辜負台岡球團 他們願意去在地來經營生耕 至於 其實你都把陳其邁做小了 他不是英系的接班人 他未來會是賣系的掌門人 自己自成一樹 未來沒有英系了 蔡英文卸任之後沒有英系了 未來會有犯賴系 就是以總統為主的 這個派系的結盟 以及非賴系 未來很有可能這個非賴系 就是以所謂的陳其邁 為這個所謂的馬首勢占 所以未來陳其邁 他政治前途無可限量 未來我相信在民進黨內 有很多人他現在就是 去捧這個陳其邁或什麼 這個都很正常 黃捷就是陳其邁的人 他不是什麼 他嫁在友言會 是因為他選的選區 是趙天寧的選區 所以陳其邁說 你還是得要配合友言會 但實際上 他就是所謂的陳其邁的嫡系 就是英系 就是這些所謂陳其邁 未來的子弟兵 所以未來賣系 頭號戰將就是黃捷 所以我看到這新聞 嚇了一跳 洪毅中是我們中華隊的總教練 怎麼被關在鐵門裡面 國安哥怎麼看 我甚至看完以後 嚇了好大一跳 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現在台港雄英在高雄 不是利寶樂園嗎 利寶樂園 為什麼變鐵門地獄 剛剛楊明已經跟大家講了 最重要的是 洪毅中自己出來送獎的 我看一下他講的內容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們不高興 因為今天基本上我總教練 我接受訪問以後我要離開 觀眾朋友 他說只開半個小時 所以時間到了趕快關起來 因為他說避免 他那個球場的管理員 有跟大家做說明 他說避免怎麼樣危險 是啊 可是打球的過程當中 從下午2點多來練球到後來打 然後打完 基本上的過程你都不用開 因為他不會離開 那洪毅中去 他是這樣 他為什麼生氣 他說去的時候看到鐵門關下來 他就已經很火了 他有去按 居然裡面是可以把它按開的 鐵門就開 一點點以後又停住卡住 他認為是外面有人把它關注了 結果他就是打電話 聯絡半天以後都沒有來開對不對 他說我用力敲敲一敲門就開了 他覺得說明明就能開 你故意不給開 他意思都出來 有人抖他就對了 所以已經氣到直接跟球場講說 我們要換主場了 你就知道了 但問題是我覺得 這事情真的匪夷所思 因為你去關門的人 難道你沒有看到洪毅中的車 因為洪毅中講說後面還有其他的 球員的車 可能有一些比較資深的球員 不是坐整個球團大巴士的 你還有車在裡面 你把它關起來幹嘛 而且其實他本來就都應該是關著的 但是球員跟教練要離開 所以是打開就好了 怎麼可能叫不到 8點多也還好吧 因為人家球員都還沒走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事情匪夷所思 因為高雄就這一隊 那個吉祥物還叫Takao 對不對 就是高雄 然後高雄的球隊的總教練 被關在那邊 還生氣到要跟媒體講 第二個我講那個陳菊 因為他以前2017年 就講過一次了 這兩天又講 我真的就驚訝了 但是我後來也懂為什麼了 因為不管馬英九做再多 他都覺得不夠 因為他會覺得說蔡總統給了更多 馬英九我明確跟他講 我當時在跑新聞的時候 國民黨內有人都抱怨 馬英九對高雄跟台南特別好 同樣是治水預算 奇怪國民黨執政縣市 有時候需要的時候 他邊就沒有高雄跟台南 出手這麼大方 你記得陳菊有一次講過 治水八成是中央負責 有沒有 那經典的畫面 所以基本上陳菊市長 你也知道以前 在高雄需要治水預算的時候 馬英九沒有卡你 不過後來我也懂了 因為他昨天在講這話的時候 我看他講的內容 蔡總統給了更多 所以他覺得說民進黨才會 對不對 然後更多的建設 然後還有前瞻 所以沒辦法 所以就有人講說為什麼 國民黨對民進黨執政縣市再好 尤其是高雄 嘉義 台南 屏東 你再多預算都沒用 這幾個縣市就是民進黨的票 還是比國民黨多 是 請教慧文哥 這個今年是中央職棒35年 因為這個 我看中央職棒的時候是第二年 所以我也老了 但是因為中央職棒一而再再三的 這個賭博之後我就不看了 所以很抱歉 洪英中這種第一代兄弟相的 我也沒什麼興趣 但是那個新竹棒球場 高鴻安當新竹市長當了一年多了 該把林志堅關起來 你講了一年多了 不要再講了 你的副市長都被你換掉了 他找一個檢察官當副市長 大家忘了嗎 滿嘴跑火車 最近我看有人把徐曉信 跟高鴻安拿來類比 我不曉得你們這樣 高鴻安自己是被告 徐曉信不是被告 高鴻安每天在跑法院 徐曉信有跑法院 徐曉信是讓1450跑法院 所以1450很恨他 原因在這裡 差是差在這邊 所以請高鴻安 趕快去辦新竹棒球場 台積電打電話這個哏 因為蔡總統講了很多次 我要跟蔡總統講 你不要再講了 你再講話開始罵人了 你怎麼那麼無聊 什麼每日每夜的打電話 好像陳其邁 我請問大家 如果今天是韓國瑜 還在當高雄市長 韓國瑜有辦法韓市長打電話 跟蔡總統 盧這個台積電盧這個嗎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講 剛剛偉翰講的我同意 就是說蔡總統的執政8年 給陳菊 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 跟陳其邁 高雄給的特別多 這個是實話 但是我請問大家 高雄有比較好嗎 就問高雄的朋友就好 給高雄 那全國負債最多的是誰 也是高雄 高雄負債這麼多 我想問陳其邁你還了多少 不是韓國瑜欠的 韓國瑜那時候也是在還債 欠最多都是你民進黨執政 高雄縣的楊秋新 高雄市的謝長廷 陳舉向 一路下來累積下來的 高雄市的負債是全國最多的 那你錢都花去哪裡了 苗栗也是一樣 苗栗每天跟我說沒錢 苗栗的錢是怎樣 這大家分走了嗎 都沒有查 每天就想幫那些 違反政家法的人脫罪 叫你辦你都不辦 那我剛剛用那個 忘了講那個陳舉跟許議長的 我只問觀眾朋友 你自己看看 你要相信陳舉 還是你要相信這個許議長 因為這個NCC會管 我來講一下這個5000萬包插 因為這不能講 因為這個比較敏感 或者是5000萬插氧這種東西 我跟大家講 這種東西就表示說黃捷 那社會輸不夠 為什麼 因為觀眾朋友 他是立法院最年輕的立委 那我小孩記得 我一看就知道是詐騙了 這個咖啡也知道 5000萬包插 你吃到肉的 航行太高了 沒有這種包揚的行情 那個都是詐騙的 黃捷還把那邊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 對準這個QR Code 掃描下載之後 你就可以掌握TPP的新聞 讓我們一起發揮監督力量 關於更多時事討論 請鎖定新聞大白話